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581章 那天地 成行 而在这瞬间 丹药破碎之后 三股气流向他体内涌来 一股清凉无比 一股比较正常 另外一股则是沉重至极 让陈锋感觉自己的经脉 自己的肠胃 似乎要直接被他给压榻了一样 陈锋感觉自己的身体 轰然分成了三部分 一部分是正常的 另一部分似乎要飘然飞去 而最后一部分 则是死命的向下 就好像要把自己给压成肉泥 这种感觉 让陈锋难受无比 不由地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但这种难受无比的感觉 并没有结束 反而越演越烈 陈锋感觉沉重无比的气流 使自己的身体 完全无法负担的 这道气流 似乎正在寻找天鼻神窍 但是他完全不按常理 完全不走经脉 而是硬生生的 在陈锋的身体里面穿行 直接从一个经脉 穿透到另外一个经脉 在陈锋体内 硬生生的砸出一条新的经脉来 陈锋感觉自己的每一个细胞 都传来了痛感 就像是身体被硬生生的撕裂一样 但是好在这股痛感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很快沉重无比的气流 就寻找到了天鼻神窍 陈锋发现 天鼻神窍 比过去他打开的三个神窍 都要大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 陈锋立刻就意识到 这个神窍 确实跟之前的不一样 非同寻常 而此次突破之后 应该收获匪浅 天鼻神窍之中的杂质 乃是各样五颜六色的气体 这些五颜六色的气体 一看见沉重无比的气体 进入天鼻神窍之中 一个个立刻都是到处乱窜 显然是极为之畏惧 似乎这道沉重无比的气体 是他们之中的王者一样 但是沉重无比的气体 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而是追逐上去 将这些五颜六色的气体 全部吞噬 吞噬完毕之后 也比之前长大了一圈 便粗了不少 然后他在天鼻神窍之中 转了一圈 就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一般 然后尘封此时就发现 那股剧烈无比的痛感 已经消失了 沉重无比的气流 只在天鼻神窍之中盘旋 并不再去其他地方 而就在沉重无比的气流 在进攻天鼻神窍的时候 那一股清凉气流 和不轻不重的气流 则是进入到了 其他三个已经打开的神窍之中 天眼 天口 天二 三个神窍 一次亮了起来 然后天鼻神窍也是光芒大放 接着 这三股气流 就以七快无比的速度 在尘封的四个神窍之中穿行 将四个神窍连成一体 尘封内视自身 只见这四个神窍 如同四个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一般 溢溢发光 四个之间 还有一条条 同样也是非常明亮的路线 接下来 三股气流 合三为一 变成一股精醇 无比醇厚 无比的气流 开始在这四个神窍之中 穿行涌动 形成了一个循环 尘封体内 光芒大放 璀璨无比 尘封立刻也感觉到了 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 他感觉自己浑身上下 清爽无比 体内的杂质 都被排了出来 这一次 不光是体内的杂质 就连体内正在奔涌着的那些鲜血 其中的杂质也在喷出 而他的钢气 不再是指在单一的经脉之中循环 比如说足太阴肺精 而是这四条经脉都连在了一起 他已经打开的四条经脉连在了一起 钢气在这四条经脉之中循环 四条经脉 有四个连接的节点 这些节点 就是四大神窍 尘封体内 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循环 有了这股小循环的存在 他体内钢气源源不尽 不断进行着新生 然后尘封感觉自己脑海之中嗡的一下 再看整个世界 似乎都不同了 他感觉自己体内钢气的数量 增加了至少有五成之多 而且变得更加的纯粹 同时产生的速度也更快 让自己的持久战力 又一次增强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神门进十二重楼 三大境界 第一大境界就是前四重楼 现在我已经打开天鼻神窍 进入第五重楼 同时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大境界 眼口鼻四大神窍都已打开 在我的身体内部形成了一个内循环 这叫打开了内天地 但是只是打开而已 尘封体内的内天地 只不过是刚刚小成境界 但是 这也让他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尘封豁然睁开眼睛 站起身来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他感觉自己体内钢气充盈无比 而且最重要的 现在源源不断 生生不息 现在我已经踏入神门进第五重楼 比之前实力又有一个极大的进展 此时 我施展大城境界的龙战鱼也的话 足可以打出十拳 而且最重要的是 钢气恢复速度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十拳打完之后 恢复的钢气 又足以再打出一拳 尘封走出山洞 面对澎湃汹涌的湖水 面对着对岸高峻的山崖 忽然心中若有所感 本章完 第582章 断魂十字斩 绝命三刀其中傲义 在脑海之中闪过 这本来就是烙印在他心中的 此时自然也是深刻无比 陈锋就站在哪里 手持紫月刀 手在刀柄之上 轻轻抹撒着 面色沉静 若有所思 他是在体悟 那一股玄之右玄 突然到来的刀意 在突破到了第五重楼的这一瞬间 陈锋对刀意 又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这是一种玄之右玄的莫名感觉 忽如其来 心潮涌动 然后自然而然就开始领悟 陈锋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一动不动 半个时辰过去了 一个时辰过去了 很快 夕阳夕下 太阳的最后一抹余光 洒进这深谷之中 一道光线落在陈锋身上 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 就在此时 陈锋动了 他的身形 忽然跃起在空中 速度快到了极点 就像是瞬移出现在空中一样 然后手中紫月刀 坑然出窍 自左向右横斩一刀 然后又迅捷无比地 自上到下 竖斩一刀 两刀斩出在空中划出一个十字 这个十字 璀璨无比 光芒万丈 足足有一面墙大小 然后 这个足足有四五米方圆的巨大十字图案 已急速飞出重重地砸在陈锋面前的石壁之上 但是 这威猛无比的攻势 轰击在山崖之上之后 却是没有一点动静 就像是泥牛入海 而下一个瞬间 大约是过了一个呼吸的时间之后 整片山崖 发出轰然巨大的爆炸之声 从内部向外炸裂 这一片数十米高的山崖 整个就垮塌了下来 陈锋仰天长啸 快一之急 绝灭三刀第二招 断魂十字斩 正式炼成 这一招和混元一气功非常搭 两者极为的契合 绝命之刀 一刀斩出 断绝性命 有我无他 惨烈至极 而断魂十字斩 则是穿透力极强 斩出之后 敌人外表看似安然无恙 实则内脏已经开始膨胀 然后爆炸 然后陈锋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看向西方 他眉头皱了起来 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真是阴魂不散 又追上来了 陈锋嘴角微微一勾 露出一抹笑意 蓝蓝自语说道 我这一次突破了神门镜第五重楼 又练成了断魂十字斩 已经能够对你造成伤害 如果说我之前的攻击 就算是倾尽全力 也只能对你造成轻伤的话 现在就已经有了对你造成重伤的手段 等着吧 兔子急了 还会咬人呢 更何况是我 我是一头嗜血的狼 可不是什么兔子 陈锋迅速转身离去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一道灰色光影闪过 孙浩光来到这里 他在这里转了一圈 然后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思索之色 这个小兔崽子 刚刚离开这里没有多久 虽然实力低微 但倒是还挺能跑的 竟然让我足足追了三天 小兔崽子 你给我等着 追上之后 我一定要让你受尽折磨 他现在神色之间也有些狼狈 外表颇为脏乱 甚至身体表面还有一些伤痕 他这几天 一直忙着追杀尘封 也没有时间来疗伤治愈 但是这点小伤 并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他觉得自己 哪怕受伤比这更多十倍 也可以轻松地虐杀尘封 青森山脉深处 密林之中 此时却有一群人 正在其间穿行 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余个左右 他们的年纪 基本上都是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基本上都没怎么穿衣服 身上穿着的 则都是瘦皮等等 腰间都是用一根草绳 或者青藤围着 他们赤裸着肌肉结实的上身 基本上每个人身上 都有层层叠叠的伤疤 他们的身高 基本上都在两米上下 头发则都是红色 或者是黄色的 充满了异族的气息 而他们每个人的身上 基本上都是用青藤 固定着一个竹篓子 手里还提着小锄头 若是有青森山脉周边 比较见多识广的商人 就能认得出来 他们这些人 是青森山脉之中的蛮族 也被称为山民 而在这些山民之中 却还走着一个 颇为特殊的人 他身高也在一米八左右 在常人之中 算是高大的了 修长健壮 但是和这些山民比起来 却是非常的瘦弱 他也穿着一件瘦皮 但是却并未裸露上身 里面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青袍 然后外面套着一件瘦皮 不过若是不细看的话 也看不出来 他和这些山民的区别 他慢慢地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看起来似乎受了点伤 这时候 队伍之中一个粗壮的少年 回过头来 满脸不耐烦地向着他喝道 你他娘的走快点 你个废物 你拖慢了 我们整个队伍的心肠 知道吗 另外一个少年 也是回头非常厌恶地 看了最后面那个瘦弱少年一眼 傅和说道 蛮牛说得没错 我们队伍收留了你 供你吃 给你穿 还准备把你带到部落中去 让你能够在这青森山脉中活下来 本章完 第583章 你这个废物 你却一点都不知足 也不知道报恩 反而慢慢唧唧地 拖累我们的行程 今天晚上 如果回不了部落之中 在青森山脉野外露营的话 你知道会碰到多么凶狠的妖兽吗 这时候们 一个三十余岁的中年人 直接走到最后面那个瘦弱少年身前 俯视着他 神色冰冷 开口说道 你如果再这么慢的话 我们就只能把你扔在这里了 你这个废物 连舞者都不是 实力如此低微 在青森山脉里头 随便碰见一头妖兽 就能直接将你杀死吃掉 瘦弱少年淡淡地看了他们几个一眼 还没说话 那个被称为蛮牛的粗壮少年 忽然就走到他面前 然后 把自己的背后背着的 足有差不多一米多高的巨大竹篓子 还有手里的锄头扔给他 寒生说道 废物 拿着 你对队伍根本做不了什么贡献 就是个吃白饭的 多拿点东西 让我轻松一些 待会碰到妖兽的时候 也好进行战斗 没错 刚才第二个说话的那少年 似乎以蛮牛为主 立刻附和说道 蛮牛哥 可已经是后天五重级别的舞者 非常强大 乃像你 废物一个 就是个吃干饭的 你这样的废物 就应该干这样的粗重活 说着 他走到瘦弱少年面前 把自己手中的药篓子和锄头 也都扔给了他 他们的竹篓子里面 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根筋 你甚至还有一些小型兽类的尸体等等 每一个都足有上百斤重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类少年的话 根本就承担不了这么大的重量 而那个中年人 也是走到瘦弱少年面前 满脸细血地看着他 把自己的竹篓子和锄头 也扔给了他 他细血说道 废物 来吧 多一个不多 把我的这个也拿着 这么几个竹篓子加起来 加上里面的东西 起码就有四五百斤的重量 这个时候 瘦弱少年缓缓抬起头来 他面无表情 正是尘封 他没有说话 只是缓缓低下头 准备将这几个竹篓子 都拿在手中 粗壮少年蛮牛看着他的动作 呸的一声 一口浓谈吐在地上 满脸不屑说道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简直就是个窝囊废 连硬话都不敢说一句 我还盼着你反抗我几句 然后借此机会 将你狠狠收拾一顿呢 说着 几个人都是围着尘封 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尘封眼中杀鸡一闪而过 但却没有说什么 他是在进入青城山脉的第七天 碰到这群山民的 当时他并未展露实力 这群山民实力地位最高的 不过是后天六重修为而已 根本就看不透他的修为 在尘封没有展露实力的情况下 以为他是一个毫无修为 甚至不是舞者的人类少年 他们其实嘴上说得好听 说是收留尘封 其实根本就把尘封当做一个奴隶看待 而尘封碰到他们之后 忽然之间也是心中灵机一动 要以他们为掩护 实施自己的计划 这时候 旁边一个少女看不下去了 她也是山民 虽然是女子 但是身高还比尘封要高了半头 修长高挑 很是健美 长相也是非常的精致 别的山民 偶尔偷偷看他的时候 目光之中 都是带着一丝热气 她走到尘封面前 看着蛮牛几人 愤愤不平说道 蛮牛你们几个太过分了 尘封不是我们的奴隶 你们凭什么让他这样做 他连舞者都不是 根本就扛不动几百斤重的东西 扛他自己的 已经非常费劲了 你们还要欺负他 蛮牛看着这个少女 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不屑冷笑道 谁说他不是咱们奴隶 他就是咱们的奴隶 以后在部落之中 不单是他 就算他以后的子子孙孙 都会是奴隶 啊 不对 他轻轻拍了自己脸一下 我说错话了 就他这样的人 瘦得跟个小鸡子一样 哪个女人会嫁他 说着又是发出一阵细血的笑声 然后他对少女喝道 琪琪哥 你让开 别管我们的闲事 这名叫做琪琪哥的少女 气得满脸通红 挡在陈锋身前 怒声道 有我在 你们就不能欺负他 有 蛮牛见他如此维护陈锋 眼中闪过一抹极度 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阴阳怪气的说道 琪琪哥 你不会是看上这个小白脸了吧 告诉你 这个小白脸一看就中看不中用 还不如你高大呢 以后你要真嫁给他 说不定还得天天伺候他 而且看他这副瘦弱的样子 只趴在床上 嘿嘿 他没有说下面的话 但是意思已经很明显 然后又重重地砸了一下 他那结实健壮的胸膛 嘿嘿笑道 哪像咱 琪琪哥 要不要尝尝我的厉害 本章完 第584章 孙浩光 来了 琪琪哥被他这下流的话 给气得满脸通红 浑身哆嗦 他也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子 直接就从自己的竹篓子里 取出一把砍刀 指着蛮牛 韩生说道 蛮牛 你在放什么狗屁 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 一见他这架势 蛮牛也不敢乱说话了 琪琪哥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子 性格火爆 而且实力也并不弱 达到了后天四重 在他们年轻一辈中 算是佼佼者 和蛮牛不相上下 蛮牛也不敢真的激怒他 蛮牛深深地看着尘封一眼 阴冷说道 小兔崽子算你走运 有齐齐格护着你 说着 又是一口浓潭吐在地上 他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这口浓潭 直接就擦着尘封的身子飞过去 差点就打到尘封脸上 然后转过身去 非常不屑地留下一句话 只知道躲在女人后面的废物 你还是不是个男的 我看你连卵蛋都没有 说着 走回人群之中 他不知道说了什么 那些人全都爆发出一阵狂笑 然后看着尘封指指点点 满脸不屑 齐齐格看了一眼尘封 目光之中闪过一丝好奇 自从昨天他们队伍接纳了尘封之后 他就对尘封非常的好奇 时不时来找他说话 这也是蛮牛为何如此针对尘封的一个原因 他对此感到非常的嫉妒 年轻一辈之中 所有人都知道 蛮牛把齐齐格看成自己的囊中之物 不允许他人染指 尘封看着他淡淡一笑 齐齐格多谢你了 齐齐格摆摆手很是豪爽地说道 不用谢 他们这些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然后他又看着尘封说道 尘封 你能再给我讲讲山外的事情吗 我对山外非常好奇 还想听你讲 尘封点点头 好 看见齐齐格凑到尘封面前 两人似乎在很清静地说着话 蛮牛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疾恨之色 更有一丝阴冷的沙意在他脸上浮现 傍晚时分 一行人走到一处山西旁边歇脚 领头之人高声喊道 再有半个时辰 咱们就能回到部落了 先在这里歇一歇 这时候 蛮牛忽然回过头来 冲着尘封立声喊道 尘封你这个废物 还要浪费我们的粮食吗 赶紧去打几只野兽回来 要不然今天不允许你住部落 让你睡在外面被野兽吃掉 他说这话 立刻有好几个人附和 就连齐齐格都无法阻止 因为部落里面的男人 必须要为部落生存做出贡献 要不然的话 根本就不被允许待在部落里 大山里的生活 残酷至极 物资匮乏 每一口食物 都是拿性命搏来的 不养废物 尘封没有吭声 闷不作响地 转身进了山林之中 过了片刻 他手里提着两只小型野兽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这些山民都是有些诧异 他们本来都已经做好了 嘲笑尘封的打算 因为没有人认为 尘封能够打来野兽 却没想到他 这么快就提了两只野兽回来 蛮牛不屑地冷哼一声 不过是走运罢了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没错 确实是走运 说不定是两只野兽搏斗 最后两败俱伤 被他捡了便宜 在山西旁边休息了一下 杀了头野兽 大伙吃了几口肉 然后又一次出发 终于 在夜色即将来临的时候 到达了他们的部落 这是一个位于山峰顶部的山寨 山下还有一条河流 绕山一圈流过 就在他们即将跨过河流上面 吊桥的时候 忽然尘封心中涌起一阵 极度星际的感觉 那是一种危险来临的感觉 尘封心中顿时一领 心中暗道 来了 来了 他能感觉得到 这是孙浩光的气息 孙浩光就在不远处 并且已经关注到了他们这些人 但是 在此刻 陈封心中不但没有任何的惊慌 反而感觉血液沸腾 整个人兴奋至极 大脑清晰到了极点 但是他的头却是低了下来 将自己藏在众人之间 让自己显得更加的不起眼 蛮牛等人正要进入山寨 忽然就在这时 他们眼前一花 然后就看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这名老者站在他们前面 目光淡漠地 看着这只出去狩猎队伍的首领 就像是看着一群蝼蚁一样 然后说道 你们是这里本地的山民队吗 还没等队伍的首领说话 一个比较莽撞的山民 就已经走出去 指着他不客气地立声喝骂道 你算是什么东西 赶紧滚 这名老者正是孙浩光 陈锋心中冷笑一声 敢对孙浩光如此说话 简直不知死活 果然 孙浩光眼中冷色光芒一闪 然后也没见他如何动作 只是手指轻轻弹了一下 接着刚才那名说话的山民 整个人便是炸裂开来 化作一团血雾 看到这一幕 所有山民顿时都是被吓住了 本章完 第585章 就是现在 杀 他们都惊呆了 呆呆地看着这个老者 目光之中露出难以言喻的畏惧之色 就像是看到了恶鬼一般 说实话 这些山民普遍都是颇为凶悍 真是杀人他们 也不怕 但是这老者的手段 却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在他们理解之中 战斗就应该是真枪真刀的硬干 但是这个老者 只是轻轻弹了一下手指 就让他们队伍中 一名后天三重的武者 直接被炸成血雾 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已经是超出了 他们所能理解的范畴 而正在这时 部落之中 忽然一股气势 也是升腾而起 陈锋微微挑了挑眉头 心中有些诧异 没想到 这个小小部落之中 竟然还有一位后天九重的强者 他能感觉到 那个强者的气息 但是可惜 在孙浩光的眼中 后天九重 和这些后天三重四重的 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都是蝼蚁而已 一道黑色身影 向这边掠过来 很快一个黑衣老者 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也穿着瘦皮衣服 脸上皮肤跟干树皮一样 根本看不清楚 到底有多大 只能看出来 已经非常衰老了 他勾搂着 腰组着一根木杖 一双浑浊的眼睛之中 却是闪现着金光 看到孙浩光之后 他眼中露出 难以言喻的惊恐之色 他实力远远 比普通族人要高得多 因此也就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孙浩光实力是何等强悍 看到这个黑衣老者 蛮牛等人纷纷喊道 大祭司 他们态度非常恭敬 原来这个老者 乃是这个部落之中的大祭司 大祭司看向孙浩光 非常恭敬地问道 请问 您是山外来的强者吗 我能感觉到 您的实力深不可测 就算一万个 我也不是您的对手 您应该已经到达 传说之中的神门境了吧 孙浩光显然很享受这种目光 缓缓点了点头 有些自禁地说道 我不但已经到达了神门境 而且 就算一千个普通的神门境武者 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在我眼中 你 还有你的这些族人 还有普通的神门境武者 都是一样的 与蝼蚁无异 听到这句话 所有山民都是发出巨大的惊呼之声 脸上又是尊敬 又是惊恐 还带着满满的不敢置信 对于他们而言 神门境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一种境界 强大至极 据说他们部落千年以来只出过一位神门境强者 但就已经足以带着他们在此地立足 据说每一位神门境强者都有翻山倒海一般的力量 如同神魔一样 他们看向孙浩光的眼中都已经戴上了浓浓的崇拜之色 孙浩光命令道 现在 我需要你们 为我找一个人 大祭司立刻急切地说道 您的吩咐 我们一定照做 需要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孙浩光低头看着大祭司 正要开口说话 而就在此时 尘封眼中绿色光芒一闪 就是现在 此时 孙浩光把全部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大祭司身上 而且还低着头 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 在此之前 尘封收敛了全身的气息 并且躲在了蛮牛的后面 蛮牛高大的身体挡住了他 孙浩光完全没有注意到他 此时 尘封忽然从蛮牛身后一跃而起 口中爆喝一声 震撼整个山寨 让所有人都觉得耳膜生疼 一声聚合 沙 尘封手中紫月刀 先是横斩 接着竖斩 组成一个巨大的银白色森冷无比的十字 向着孙浩光重重 轰击而去 而此时 孙浩光方才缓过神来 他瞪大了眼睛 脸上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看着尘封 他已经完全来不及躲避了 巨大的十字 重重地轰击在他的身上 尘封的断魂十字斩 重重地撞击在了孙浩光身上 但是孙浩光却是惊诧地发现 自己毫发无损 就像是迎面来的是空气一样 根本就没有对自己 造成任何的影响 他先是微微一愣 然后就看着尘封 发出一阵哈哈狂笑 尘封你这个小兔崽子 我说我怎么找都找不着你 原来你竟然隐藏在这些善民之中 你还敢对我动手 简直是不知死活 如果你一直躲的话 我还真未必能够找到你 但是现在 你竟然敢对我出手 那就是自寻死路 看到没有 你的攻势 对我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尘封冷冷笑道 是吗 话音未落 孙浩光忽然心中涌起一股极其危险的感觉了 然后还没等他做出任何的反应 他的胸腹之中 他的体内立刻就像是发生了大爆炸一样 众人都是清清楚楚的听到了一声轰的闷响 然后只见孙浩光的肚腹顿时长大 似乎要炸开一样 他的脸上闪过一抹血红 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而身体表面的伤势也是全部战裂 从里面喷涌出无数鲜血 这一瞬间 孙浩光就已经受了重伤 本章完 第586章 拼命 他看着尘封震惊之极 满脸不敢置信 口中立声吼道 怎么可能 你这个小兔崽子 怎么可能伤得到我 而此时 周围那些山民 则是已经完全看傻了 脸上露出不敢置信 不可思议之神情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位神门静强者 如此强横 实力强大的大祭司 在他面前 卑微得如同蝼蚁一样 这么一位一念之间 就可以 让后天三重舞者 炸成血物的一位强者 竟然被尘封 这个两天以来一直在他们队伍之中 受他们嘲笑冷眼 丝毫也不起眼的少年尘封 一招打成重伤 只是一招而已 看着这一幕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而蛮牛 以及队伍之中另外几个人 却是忽然之间浑身颤抖起来 脸色苍白如纸露出难以言喻的惊恐之色 他们吓得浑身发抖 他们想起来 自己在过去的一天之中 曾经好几次侮辱陈锋 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个不起眼的少年 竟然强大到了极点 完了 完了 蛮牛浑身冰冷 眼中露出极深恐惧之色 陈锋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谁能想到 他竟然如此强大 而我竟然对他说那种话 竟然对他做出那种事 现在想想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而且真的是自寻死路 完了 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他看着陈锋 如坠冰窖 蛮牛和他旁边那个 一直以他为主的少年对视一眼 两人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浓浓的绝望之色 而之前曾经呵斥过 陈锋的那个中年人 则是吓得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地上 而奇奇格 则是睁大了眼睛 震惊之中 也带着浓浓的好奇之色 甚至还有几分骄傲 因为他过去 就感觉陈锋有点不一般 现在他感觉自己的眼光 真的很好 是唯一一个能够看出 陈锋不一般的人 如果是第四重楼境界的陈锋 断魂十字斩 他连一刀都无法发出 因为钢气根本就不够 而现在突破进入第五重楼 打开内天地之后 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循环 他可以勉强发出一刀 断魂十字斩 但是也仅仅是一刀而已 陈锋刚才接连狂斩出一刀 体内钢气已经全部耗尽 就像是河水干涸 露出了河床的河流一般 此时他身子摇摇欲坠 体内钢气全部消失 甚至连站稳都难以做到 而且他感觉大脑一阵剧痛 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所有器官 尤其是肺部 都是发出痛感 他忍不住大口喘气 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但陈锋 却就是在这个时候忽然双臂一阵 狠狠张开 然后口中发出疯狂的怒吼之声 一声利笑 撕破晕霄 哇的一声 陈锋口中鲜血狂喷 但是他却是奇迹般地站稳了身子 不但如此 他感觉自己体内的钢气 重新圆圆而生 陈锋这是强行催动 甚至不惜消耗自己的根本 留下难以愈合的内伤 因为他知道这是杀掉 孙浩光的一个极佳机会 他眼睛一片血红 浑身炸裂开无数伤口 似乎每一个毛孔之中 都向外面冒着血污 但他感觉熟悉的力量感 已经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然后他高高举起紫月刀 力声喝道 杀 又是一记断魂十字斩 重重斩出 当这一刀斩出之后 还在空中 陈锋已经鲜血狂喷 他现在已经是身受重伤 为伤敌先伤己 陈锋已经拼命 断魂十字斩 向着孙浩光轰击而去 但是这一次 孙浩光已经有了防备 他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却没死 而且也没有丧失战斗力 相反 重伤之后的他 被激发了凶性 再加上被陈锋 这么一个晚辈 伤到这种程度 让他感觉自己颜面扫地 更是竭尽全力 力声喝道 海王三叉戟 双臂一阵 一股夹杂着极其浓烈水气的浩然钢气 从他掌心之中喷涌而出 顿时 方圆数百米之内 都是笼罩了萌萌的一层水雾 甚至空气之中 又雾气凝结 要开始下雨 然后他又是一声利吼 双掌向天扬起 一股极强的吸力 从他掌心之中盘旋而出 山寨旁边每条河流里面 数以万吨计的河水 随着他这双手一引 直接就如同被巨龙吸水一样 从河水之中被抽了出来 然后 在空气之中 凝聚成一道 足有五六十米长的 巨大三叉戟 山寨旁边 那条河流 河水位置一空 瞬间竟然见底 片刻之后 其他地方的水流 方才涌过来 填补了这脸 看到这一幕 所有的山民都跪下来 无论是现在身在外面的 还是山寨里面的 他们都用看天神一般的目光 看着孙浩光 在他们眼中 这已经是人类 所不能掌控的力量 只有传说之中的神魔 才可以掌握 然后 孙浩光的刚气 深入到这巨大的 海王三叉戟之中 海王三叉戟 顿时多了几分灵气 本章晚 第587章 龙穴变身 本来透明的颜色之上 镀了一层深蓝 看上去丰锐无比 坚硬无比 不像是水构成的 倒像是某种特殊的金属打造 然后这巨大的海王三叉戟 重重地迎上了 尘封的断魂十字斩 两者凶狠至极地撞击在一起 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在空气之中 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蓬勃的刚气四溢 灵气到处乱窜 离得稍微近一些的山民 直接都被重重地掀了出去 甩出去几十米远 一旁一座山崖 直接被震塌 大地之上出现了一个方圆十几米的巨大深坑 而尘封的断魂十字斩 威力明显不如海王三叉戟 直接被击溃 然后海王三叉戟余力未竭 冲着尘封直接砸了过来 孙昊光眼中闪过一抹冷力的杀鸡 还有一丝得意 狂笑道 尘封 你这个小兔崽子 我的海王三叉戟 乃是玄机五计残片 岂是你可以比你的 岂是你可以抵挡的 不过 你也应该感到荣幸 你逼我使出了我的最强一击 使出了我压箱底的绝招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绝招 对付一个等级 比我低这么多的人 你就算死 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在他看来 尘封这一次 绝对不可能活下去 海王三叉戟 别说是尘封这个神门镜第四重楼了 就算是神门镜第六重楼巅峰 第七重楼初期的强者 也难以抵抗 尘封感受到了死亡的袭来 海王三叉戟 就要杀到他的面前 他知道这是自己无法抵抗的力量 距离他还有十几米远 尘封就已经感觉自己 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所压制 鲜血都被压得从毛孔之中渗了出来 他感觉自己 要被压成一块肉饼了 尘封深刻地认识到了 自己和孙浩光更巨大的实力差距 而就在这生死之时 忽然 丹田之中 谷顶里面 那一滴龙血 滴溜溜地急速旋转起来 一缕头发丝粗细的龙血 从其中涌现而出 急速地修补着尘封 已经千疮百孔的身体 那种熟悉的力量赶回来 尘封心中一阵狂喜 他知道 自己即将展开龙血变身 而下一刻 尘封的身体就发生了一变 他的身体表面出现了轻欲一样的灵甲 脑袋之上长出轻欲一样的龙角 而他的手脚则都是变成龙爪一般的样子 一瞬间尘封 龙血变身变脊完成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什么玩意儿 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一个怪物 但说是怪物 却是给他们一种 极为高贵强大的感觉 这是尘封的第三次龙血变身 尽管之前已经有过两次 按理说也该适应了 但是尘封发现 他在进行龙血变身的时候 还是根本就 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尘封抬头望向那个正杂 像自己的巨大海王三叉戟 眼神之中一片血红 他忽然喉咙之中 发出一声野兽一般的嘀吼 龙爪狠狠地击出 与那海王三叉戟 重重地撞在了一起 轰的一声巨响 海王三叉戟 化作无数蓝色光点 消散在空气中 而尘封则是足足后退了十余步 方才站稳身形 他的身上 也有一些龙铃已经破碎 轻玉般的龙铃塌陷下去 有鲜血渗出来 这还是尘封 自从拥有龙血变身以来 第一次在龙血变身的情况下受伤 孙浩光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一幕 他整个人直接就呆住了 满脸的不敢置信 傻愣愣地在那里看着 然后他迅速回过神来 再看向尘封的目光 就像是见个鬼一样 他失声惊呼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挡得住 我的海王三叉戟 你这是又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他心中亥然 海王三叉戟乃是他压箱底儿的绝招 强大非常 却没想到 被尘封变身这个怪物之后 轻轻松松就给击溃 尘封一言不发 只是用淡漠冰冷的眼光 死死地盯着 然后孙浩光忽然觉得眼前一花 一道青色光影闪过 下一个瞬间 尘封已经直接来到了他的面前 双爪狠狠地向他胸前抓了过来 不是什么武技 也没有任何的花哨 就是这么直来直去的攻击 纯粹依靠现在强大的身体天赋 但就是快到了极点 孙浩光心中一阵惊计 当他发现 尘封来到他身前攻击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躲闪了 只能硬挡 但是 当他双拳与尘封撞在一起之后 却是感觉双拳之上传来剧痛 两个拳头上 直接各自被挖出来五个血窟窿 然后一股巨大的力道传来 直接震得他双臂卡拉 一阵乱想 壁鼓 竟然被震断 孙浩光急速抽身后退 但他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退 尘封就像是阴魂不散一样 始终紧紧地追在他面前 追上之后 立刻就是双爪攻击 看似毫无章法 但是他速度又快 力量又齐大 爪子又是锋利无比 根本就是没法抵挡 本章完 第五百八十八章 我是不是废物 强大的身体天赋 不使用任何武技 完全只用身体 但他变身之后的这具身体 就像是为战斗而生的一样 天生战体 就是一头人形兵器 转眼之间 尘封已经逼着孙浩光 接连退了数百步 孙浩光每后退几步 他就追上前来 两人对战几招 然后孙浩光继续后退 孙浩光骇然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怎么会如此强大 之前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却能把我逼得如此狼狈 此时他狼狈不堪 双臂骨骼进蛇 双腿之上 也是出现了无数伤势 而他的前胸后背 更是被尘封给击中了 不知道多少次 如果不是孙浩光境界也高 同时又修炼有强大的 断体功法的话 直接就会被击杀了 就算是这样 他前胸后背 也是多处 都被撕扯开巨大的伤口 露出了里面的森森白骨 甚至连内脏都清晰可见 我的伤势已经非常严重 再不及时治疗的话 只怕就来不及了 哪怕是能杀了这个小兔崽子 把我自己赔上 那也太不值得 更何况 现在他处于这种古怪的变身状态 我根本就无法杀了他 孙浩光心中 已经萌生退役 与此同时 尘封攻来 这一次 孙浩光不闪不闭 硬生生地 用比较厚实的肩膀位置 接了尘封一招 他的肩膀直接被尘封给抓住 然后双爪一扯 从他身上 扯下一大片连皮带肉 甚至还夹杂着骨头的血肉 孙浩光的左边肩膀 整个消失了 露出了下面的白骨 但是得到了这一刻喘息的机会 他也是再一次凝聚了海王三叉戟 没有经过任何消耗的海王三叉戟 向着尘封重重地轰击而来 尘封不闪不闭 双爪直接迎上 将海王三叉戟击散 同时 自己也被击飞出去十几米 但他的身体重重地撞在地上 随即又跟个没事人一样跳了起来 这龙雪变身之后的身体 实在是强大到了极点 不但速度极快 爪子 龙脚 骨刺 极为锋利 而且就像是一具金刚不坏体一样 随便怎么砸 怎么摔怎么打 都没有什么大碍 不过 孙浩光得了这个喘息的机会 已经急速向着远处掠去 化作一刀灰色光影 瞬间就消失在视线之中看不见 一道阴冷至极的声音传了过来 陈锋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杀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此时孙浩光满心屈辱 被一个境界比自己第三个重楼的人 杀成这个样子 逼得落荒而逃 让他心中屈辱至极 孙浩光不知道 陈锋龙血变身时间有限 其实只要等他 撑到龙血变身结束 陈锋必死无疑 孙浩光落荒而逃 陈锋静静地站在原地 没有追上去 他知道 追也是追不到了 而且 他此刻龙血变身之中 神智并不是完全消失 只是本能压制了神智 但这时候 陈锋竭尽全力 想用自己的神智占据上风 控制这具身体 虽然没有成功 但也影响了身体的动作 让这具身体 没有追下去 因为神智告诉他 现在最应该做的是逃离 找一个地方疗伤 陈锋站在原地 目光淡漠 在那些山民身上扫过 所有山民 全都跪了下来 用崇敬至极 同时也是畏惧至极的目光 看着他 陈锋此时的样子 与他们传说中的神魔 没有任何差别 而这个年轻人变身之后 强大到了 连神门进强者 都被他逼退 现在陈锋在他们眼中 强大的如同神奇一般 老祭司跪在地上 悉行来到陈锋身前 他甚至不敢亲吻陈锋的靴子 只敢低头亲吻陈锋脚前的土地 然后用最最尊崇的目光 看着陈锋 口中喃喃地说着什么 过了片刻 陈锋龙血变身结束 重新恢复人类的样子 尽管龙血修补了他的身体 但是龙血变身的后遗症 还是非常厉害 让他感觉浑身撕裂般的剧痛 五脏六腑都已受创 经脉不少都已经撕裂折断 翘穴淤色 头脑一阵晕眩 差点直接就摔倒在地 但陈锋知道 此时必须要维持自己强大的形象 不能露出一丝软弱 他淡淡地看着大祭司 忽然转身 走到蛮牛面前 淡淡问道 我是不是废物 我是不是拖累 蛮牛已经完全吓傻了 他满脸惊恐 涕泪横流 跪在地上一边拼命磕头 一边哭着求饶 大人 饶了我吗 饶了我 是我瞎了眼 是我有眼无珠 我不应该那样对您说话的 我该死 我该死 大祭司一下子跳了起来 愤怒之急地盯着蛮牛 你对这位大人做了什么 陈锋一挥手 大祭司立刻闭口不言 恭恭敬敬地站在他身后 然后 陈锋又看向另外两个嘲讽过他的人 淡淡问道 你们俩人呢 他们两人一见这样 以为陈锋也是饶过他们的意思 赶紧也学着蛮牛的样子 跪在地上连练磕头 口中求饶 说道自己该死 本章完 第589章 神奇一样的男人 不一会儿 三人的额头 都是磕得一片血红 陈锋淡淡说道 既然你们说自己该死 那么就去死吧 说吧 轻轻一挥掌 一道掌风浮出 轰击在他们三人身上 直接将三人轰成碎末 血肉无存 这一幕 让所有的山民 更是惊恐至极 畏惧万分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脑袋深深地埋在地上 都不敢抬头看陈锋一样 但是有一个例外 便是奇奇格 他甚至都没有下跪 站在那里 目光有些出神地看着陈锋 陈锋看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回头对大祭司说道 我希望 你以后把部落交到奇奇格手中 不勉强他做任何他不愿意的事情 大祭司虽然不知道 陈锋为什么说这句话 但是此时的陈锋 在他眼中 就如同神奇 神奇的吩咐 只需要照做就行了 哪里还需要质疑呢 赶紧跪地磕头 连声说道 是 听从大人的吩咐 陈锋缓缓点头 然后转身飘然离去 离开众山民的视线之后 他才身子一歪 差点摔倒在地 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吐出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真险呀 刚才差点就露怯了 月上中天 奇奇格坐在自己门前的台阶上 呆呆地看着孤悬于天上的那轮明月 目光有些出神 此时在他脑海中 一道身影不断闪现 这道身影 修长挺拔 面目俊朗 一段段片段 不断在他脑海中闪现 一会儿是这个人和他坐在一起 低笑着说着什么 一会儿则是 这个人威猛如天神一般 打出一记又一记足以毁天灭地的绝招 杀得对面那个白胡子猙獰老者 不断惨叫后退 而最后 则是定格在 他对自己微微一笑 而后悄然离去的身影 过了好一会儿 齐齐格站起身来 轻轻叹了口气 目光之中有些怀念 有些萧索 然后他转身进屋 他的这间房屋 是整个山寨之中最好的 用大墓巨石修建 干净整洁 甚至用一些山中产的奇珍异宝装饰 这间房屋 本来是部落中最尊贵的大祭司所居住的地 但是今天傍晚 众人回到部落中之后 大祭司立刻就让人把屋子收拾出来 自己从里面搬出来 然后以恭敬之极的姿态 请齐齐格住了进去 没有任何人质疑 也没有任何人不服气 所有人都觉得 这是理所当然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是神奇的命令 神奇看中了齐齐格 所以齐齐格 就是山寨里面最尊贵的人 但齐齐格却知道 这个少年他不是什么神奇 他只是一个人类少年 他叫陈锋 来自山外的神奇的地方 而就是这个少年 一句话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屋里 墙角摆着一个巨大的竹篓子 他虽然已经搬到这里来了 但却没有把自己原来的东西扔掉 竹篓子里面 还是放了一些药材 齐齐格本能地走到这儿 准备把这些药材分类整理一下 但是 当他的手伸进去的时候 动作却是忽然凝制了 接着 他从竹篓子里面 拿出来一卷书册 书册已经有些发黄 造型旗鼓 齐齐格有些诧异 但他打开书册之后却是发现 里面都是一个个图形 没有一个文字 单看图案就可以修炼 尽管齐齐格不识字 却能看得出来 这是一卷五道修行的法门 而且是比部落之中最高深的功法 都更要高明的法门 齐齐格想起来 今天在路上的时候 陈锋曾经把他的竹篓子 拿出去过片刻 想来 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放进来的 齐齐格坐在地上 将书本抱在怀中 嘴角露出一抹暖暖的笑意 他感觉 怀中的书卷 似乎散发着一丝热量 那是他的体温吧 哇的一声 陈锋口中喷出一大口淤血 里面还夹杂着内脏碎块 吐出这口鲜血之后 陈锋才感觉自己胸肺之间 那种憋门的感觉 散去了不少 然后 陈锋又是戒子袋中 取出一株天灵地宝吞下 一抹清凉的气息 在他体内散发开来 渗入他的四肢百骸 然后在陈锋有意识地引导之下 向着那些淤色的经脉 冲了过去 过了片刻 陈锋身体表面 忽然有几处突然战裂开来伤口 从里面鲜血滚滚涌出 但是这血却是黑色的淤血 陈锋直接跳入旁边的山泉之中 清洗了一下伤口 然后在伤口之上敷上良药 很快伤口便就痊愈 陈锋也感觉到 体内那些隐隐作痛 并且淤色不通的经脉 有一小部分 已经不痛了 变得一片清凉之感 钢气也可以在里面运转了 陈锋常常叙了口气 活动了一下筋骨 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已经过去三天了 我的伤势 只好了一小半而已 实力恢复了不足四成 这些疗伤盛药 在我低等级的时候非常管用 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效果已经不大 本章完 第五百九十章 猫耍耗子 本来我的金身爵 足以抵挡生神门禁 第六重楼以下的攻击 但是这一次 孙浩光实力实在太强 境界比我高出太多 导致金身爵第五重 在他面前 几乎就像没有用一样 不过 孙浩光伤得只会比我更丑 但是他实力高绝 而且当了这么多年太上长老 应该有非常厚的积累 灵丹庙要很多 说不定比我恢复的还要快一些 这里是一处非常隐蔽的山洞 山洞里面极为宽阔 而且一处角落之中 还有一个活的山泉 陈锋来到这里 在这里待了整整三天 进行疗伤 龙雪变身结束 陈锋已经发现了诸多问题 然而陈锋知道 最大的问题 却还不是这些 想到这里 他心中就是一阵忍不住的肉疼 此时可以发现 谷顶中的那一滴龙雪 已经比一开始的时候 明显要小了一圈 陈锋的龙雪变身非常强大 但也绝非没有代价 这一次的龙雪变身 给他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一些暗伤 这些暗伤 是现在的他所 根本无法治愈的 以后也够呛 会成为非常大的隐患 而且他进阶越高的情况下 进行龙雪变身 消耗的龙雪越多 陈锋知道 这次消耗 同学甚至要超过前两次之合 这让陈锋心疼至极 他可只有这一滴龙雪 如果消耗完了 那可怎么办 不过也不全都是坏处 龙雪变身结束之后 陈锋体内残存的那些龙雪 渗入他的经脉之中 又一次壮大了龙象破天绝 现在陈锋的龙象破天绝第四层 现在已经突破到了巅峰 陈锋现在发现 他的龙象破天绝 吸收高等级妖瘦的精血 效果会非常好 而吸收低等级妖瘦的精血 已经逐渐没有作用了 三天以后 陈锋伤势完全恢复 他离开山洞 但当他刚刚离开山洞之后 就感觉到 一股强悍的气息 从远处向这边接近过来 陈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他能感觉到 这是孙浩光的气息 陈锋滴滴骂了一句 还真是阴魂不散 说着立刻转身离去 向着青森山脉深处 继续狂奔 不到一盏茶时间之后 孙浩光便来到了这里 此时的他 跟几天之前 已经完全是换了一个模样 一点都不狼狈 他的伤势已经完全愈合 一袭白色长袍 精神异议 看起来已经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他在山洞之中转了一圈 然后嘴角便是露出一抹阴冷 其中还带着几分得意 陈锋 你估计万万想不到吧 几天前那一战 我已经暗中在你体内 打下了一道印记 除非我死 否则那道印记不会消失 有那道印记的存在 我便可以感知到 你的具体位置 像是几天前那种 被你偷袭的情况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了 你就等着吧 接下来几天 你会被我追得 惶惶如丧家之犬 狼狈无比的 哄 一声巨响 孙浩光重重的一拳轰击而出 带着强横无比的威势 空气之中 水气阴晕 吵起潮落之声 绵延不绝 就像是无数巨浪 轰然涌来 而陈锋感觉自己 就像是那挡在巨浪前面的小船一般 似乎随时会被拍碎 大江巨浪拳 孙浩光最为擅长 也是修为最好的一门拳法 这也是 他除了海王三叉戟之外 威力最强的武技 陈锋 竭尽全力 用出全部钢器 断魂十字斩 轰然而出 但是 巅峰状态下的孙浩光 实力实在是比陈锋高出太多 再加上他又有了防备 断魂十字斩 和大江巨浪拳撞在一起之后 被直接凌空撞碎 而大江巨浪拳 则是还剩下七成左右的威能 向陈锋杀来 陈锋仓皇之间 又是打出一招龙战于野 两条巨龙呼啸而出 但照样是被巨浪给轰碎了 不过 这也抵消了大江巨浪拳大部分的力量 使得其只剩下两成左右的威力 轰在陈锋身上 陈锋直接被打出去数十米远 空中一口鲜血喷出 感觉自己浑身剧痛 已经骨断惊蛇 他根本都不回头看 在空中 强忍住剧痛 运转刚气 施展飘渺步 以极快的速度向外掠取 头也不回 转眼就消失在孙浩光视线中 孙浩光嘴角露出一抹细血之色 其实他是能追上 但他却没有追 他现在很享受这种感觉 就像是猫捉耗子一样 并不直接杀死 而是先将其玩弄一番 细耍一番 孙浩光哈哈笑道 陈锋 你逃吧 逃吧 反正无论如何 你都是逃不过我的手掌心的 你放心 每一次我都不会将你杀死 我都会给你留一线生机 让你以为能够看到希望 然后我再追上 你不断有希望 却不断被我打破 最后 当你以为自己 要逃出一劫的时候 我却会出现 将你杀死 我就喜欢看你那种绝望的神色 单纯杀死你 已经难解我心头之恨 本章完 第591章 折磨 他说这话的时候 眼中露出刻骨怨毒 陈锋给他带来的屈辱 他永生难忘 陈锋此时在山林之中狂奔而行 身上不少伤口再往外渗血 口中更是时不时地喷出一口鲜血 而他胸腹之间更是火辣辣的 喘一口气 都觉得似乎浑身巨疼 这已经是他离开山洞的第五天了 这五天之中他有八次被孙浩狂追上 然后又全部逃生 每一次都是被孙浩光打伤 每一次跟孙浩光交手 陈锋都是感觉到一股绝望 那种绝望的情绪 无论如何都打不过的绝望 更是几乎将他的精神摧毁 但陈锋终究并非常人 心智极为坚定 精神坚韧 如同钢铁一样 很快就挺了过来 他大致猜到了孙浩光的打算 但他对此毫无办法 而陈锋却不打算就此消沉起来 他的嘴角露出一抹强横之极 如同孤狼一般桀骜不驯的笑容 孙浩光 你打得如意算盘 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人如意的 你以为我会绝望吗 告诉你 不可能 我只会把每一次逃走 都当成上天给我的一个机会 只要你杀不死 我只要你放我走 我就还有机会能够反杀了你 所有无法摧毁我的 都将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我陈锋 必杀你 陈锋施展飘渺步 在林中不断闪现 向青森山脉 深处狂奔 而他现在完全感觉出来了 飘渺步对于这个境界的他来说 已经是完全不够用 速度非常的慢 不但赶路的速度慢 而且在战斗的时候 辗转腾挪 也已经跟不上他的战斗了 空气之中 朝掌朝落 巨掏海浪的声音 不绝于耳 轰的一声 又是一拳 重重地轰击在陈锋的胸口 陈锋被打得凌空飞出 胸口凹陷 鲜血狂喷 而鲜血之中 还夹杂着内脏的碎片 而虽然只是一拳轰出 但力量却是有九重 刚才那不过是第一重而已 后面八重 接连不断 如同巨浪一般 拍在陈锋身上 将他打得骨断金蛇 七零八岁 陈锋重重地摔倒在地 而此时他的样子凄惨无比 满头满脸都是鲜血 浑身上下无数伤口 双臂骨折 双腿近断 腰部也出现了一个 几乎将他腰斩的巨大伤痕 陈锋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继续战斗 但是此时 他发现 他的浑身骨骼都已经被震碎 甚至连挣扎着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 尽管已经如此 但是陈锋的一双眸子 依然轻亮无比 里面充满了坚忍不屈 倔强之极的光芒 他死死地瞪着孙浩光 根本就没有认输 这已经是陈锋离开山洞 被孙浩光追杀的第十天了 在这一天 孙浩光追上他之后 再也不留情 大将巨浪拳 海王三叉戟 轮番招呼 几个照面之下 就将陈锋给打成了这个样子 陈锋也是若有所感 似乎这一次 孙浩光已经失去了耐心 不再留情 也不愿意再玩猫捉耗子的游戏了 只想将自己尽快斩杀 孙浩光眼中闪过一抹狠辣之色 走到陈锋身前 低下头看着他 韩生说道 陈锋 老夫已经懒得再跟你玩这种游戏了 今天我就会在这里将你斩杀 但是 在你死之前 我会问你几句话 如果你不想死得那么凄惨的话 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陈锋冷冷地笑了几声 忽然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咳出一大块淤血 他粗粗地喘了几口气 平复了一下气息 冷笑说道 我若是不老老实实地回答呢 他这样的目光 激怒了孙浩光 孙浩光冷笑一声 走到他身前 右脚踩住了他的手掌 轻轻地撵着 他的脚下 有无数的力道 渗入陈锋的手掌之中 陈锋感觉本来已经疼痛至极的右手 此时就像是一万只蚂蚁再是咬一样 那种又疼又痒 难以言语的感觉 让他痛苦到了极点 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哼 孙浩光得意笑道 小兔崽子 忘了告诉你 我当初可是刑堂出身 我在刑堂里头 待了足足四十年 最后坐到刑堂执掌长老的位置 刑堂里头所有的手段 我全部都一清二楚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不介意 把这些手段 在你身上 一一施展出来 陈锋依旧狠狠地咬着牙 死死地瞪着他 没有半分屈服的样子 但是孙浩光 却是不管这些 自顾自地问道 第一个问题 宗门总榜大笔的内在奖励 现在给我老老实实地交出来 听了这话 陈锋顿时眉头一皱 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宗门总榜大笔的奖励 孙浩光要那奖励做什么呢 照理来说 以孙浩光这种级别 宗门总榜大笔 那些只适用于神门境第五 第六重楼实力的奖励 他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更别说 陈锋现在还没有领取奖励呢 本章完 第592章 陷阱 他本来是打算杀了苏兆东之后 再回宗门之中领取的 结果一路被孙浩光追杀 就来到这儿了 孙浩光为什么开口 索要那些东西 宗门总榜大笔投名的奖励 有好几样 他具体到底是 想要哪一种 他想要的目的是做什么 其中 是不是隐藏着一些 宗门高层 都不知道的具体秘密 所以 孙浩光才会如此专门提出来 陈锋人虽然重伤 但是神志却是非常的清晰 思维也是极为清晰 脑海之中立刻急速运转 思考着这些事情 陈锋想着 忽然心中一领 这个事情不太对劲 赵孙长老他们的说法 孙浩光已经闭关了十几年 非常长的时间了 如果他早就想得到宗门总榜大笔奖励的话 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所以他这样东西 应该不是为自己拿的 而是为别人拿的 那么 谁又能驱使他呢 陈锋脑海之中 已经有一个答案 呼之欲出 杨不易 只有杨不易有这样的能耐 现在事情就已经颇为明朗了 总榜大笔的奖励之中 有一样东西 是杨不易所非常觊觎的 所以他在把自己的消息 透露给孙浩光 让孙浩光来追杀自己的同时 应该也是让孙浩光取回那件东西 但是他们都没有算到 自己还没有领取奖励 陈锋想到这里 心中已经安定下来 他缓缓摇头说道 宗门总榜大笔的奖励 就放在前缘宗之中 一个只有我才知道的地方 如果你在这里杀了我 一辈子都别想拿到那个东西 孙浩光嘴角不屑地扯了扯 冷哼一声 争鸣说道 小兔崽子 你在我面前玩花招 还嫩了点 陈锋昂然不惧 抬头看着他 神色坚定说道 我说的是真的 孙浩光看他这般神色 也有点拿不准 他到底是真的还是瞎扯 一时间便有一些愁愁 陈锋看到他的神色 心中暗喜 知道孙浩光已经有三分信了自己的话 而这时候 孙浩光忽然走到陈锋面前 一伸手 手中凝出一根冰座的长针来 足有一尺长 然后他把这长针 向着陈锋的指甲缝里插进去 顿时 一股痛彻心扉的剧痛息向陈锋 忍不住让他脸色惨白 发出一声闷哼 孙浩光得意地看着陈锋 冷声笑道 小兔崽子赶紧给我从十招来 你到底是将奖励随身携带 还是真的放在前缘宗某处地方 赶紧从十招来 否则我会把这根长针 从你的手指脚趾 夹起来二十个指甲缝里钻进去 让你受尽痛苦 陈锋腾的嘶声惨叫 额头大汗淋漓 他一边惨叫 一边高声喊道 孙浩光 我说的是真的 我确实没有撒谎 孙浩光无动于衷 将这根足有一尺长的冰针 全部扎进了陈锋的指甲缝里 然后又是一根 再扎进另外一个指甲缝 直到把陈锋右手五个手指头 全部都刺了一个遍 这才满意地拍拍手 站起身来 而此时 陈锋已经是疼得浑身发抖 然后这个时候 孙浩光又问了一遍 陈锋的声音都断断续续 我没有骗你 真的是 放在前缘踪了 他说完这话 孙浩光微微点头 已经是相信了陈锋 他是刑堂出身 自然知道自己这招有多么的凶狠 又会给人带来多大的痛苦 他不相信 陈锋在这样的痛苦下 还能坚持得住 但是他却没有留意到 陈锋眼底深处 闪过的一抹诡诀之色 陈锋可是修炼过精神觉的人 精神觉断体的痛苦 不客气地说 比现在的苦痛 要大十倍以上 现在的苦 对他来说 根本都不算什么 大半都是 装出来 麻痹孙浩光的 现在孙浩光相信了 也是让他微微松了口气 孙浩光决定将陈锋 带回千人钟之中 他踢着陈锋的脖子 急速地向外掠去 陈锋已经骨骼禁断 一招都发不出来 对他来说毫无威胁 但他却是没有看到 陈锋眼中闪过的一抹狠辣之色 我现在确实骨骼禁断 再也无力反抗 但是这并不代表 我毫无办法 陈锋脸色一白 疼得浑身激灵了一下 而他的一滴精血 已经被他从右手之中逼出 随着他的鲜血 淋漓地滴在地上 陈锋浑身都是伤 鲜血到处滴洒 因此 这一滴混在鲜血之中的精血 根本就没有被孙浩光发现 而陈锋逼出精血之后 疼的那一下 也被他认为是因为伤口的疼痛 精血和血液不同 极为珍贵 乃是血液之精华所凝聚 一个人体内的精血 根本就没有多少 陈锋很清楚自己的情况 他不止一次龙血断体 龙血已经融入到他的精血之中 而这样的精血 对于妖兽 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 对于这些妖兽来说 能够得到一丝沾染了龙血的精华 对他们的血脉 会有极大的提升 本章完 第593章 金甲无功 而人类对此的反应 就要差很多 但是妖兽 能够离这很远 就嗅到陈锋精血的气息 当然 陈锋的普通血液 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陈锋知道 这里已经是青森山脉深处 强大的妖兽 不知反击 有一些 只怕是孙浩光都难以应付的 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释放出精血的气息 将那些妖兽引来 就算死他 也要拉着孙浩光垫背 三十里之后 陈锋已经逼出了五滴精血 随同他的鲜血 洒在地上 而陈锋此时脸色惨白 气若犹斯 他这一次 真的不是装的 而是事实就是如此 损失了五滴精血 已经是让他元气大伤 对他的身体 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根本伤害 但是陈锋的努力 也没有白费 本来领着他 急速前进的孙浩光 忽然从急动变为急净 直接停下 他满脸戒备地 看着前面的一片蜜铃 神色凝重 力声喝倒 什么东西 鬼鬼祟祟的 说着 竟然还后退了一步 显然对蜜铃之中的那东西 非常忌惮 而本来 翘无声息的密铃之中 被孙浩光喝了这一句之后 忽然一道庞大至极的气势升空而起 迅速提升 压得陈锋 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重伤之后 竟然是直接被这股气势 给压得吐了一口鲜血 而孙浩光 也是面色俱变 因为这股气势不断攀升 最后竟然在神门镜第七重楼的境界停了下来 陈锋心中亥然 他也没想到竟然惹来如此强大的一个存在 面前那片密铃之中 无数树木被直接碾倒 密铃之中分开了一条通道 然后一头巨大的妖兽 从密铃之中窜了出来 陈锋看了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竟然是一头巨大无比的蜈蚣 这条蜈蚣 足足有四五十米长 二层小楼高 升着上百对立足 每一对立足的根部都是丰锐无比 像是一把巨大的闸刀一样 而蜈蚣的表面 则是覆盖着一层厚重至极的巨大金色铠甲 在阳光下闪烁着森冷光芒 一双铜盆一样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陈锋和孙昊光 孙昊光看着眼前的巨大金色蜈蚣 面色凝重 陈锋都能看得出来 这头巨大金色蜈蚣的实力 已经是达到了神门镜第七重楼 相当于人类神门镜第八重楼的舞者 他又如何看不出来 孙昊光心中极为忌惮 他根本就不想和这金色蜈蚣交手 因为完全没有战胜的希望 孙昊光盯着巨大的金色蜈蚣 稍稍后退了两步 脸上挤出一抹笑意 说道 还烦请让开一下 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不用做生死相搏 他知道 越是高阶的妖兽 越是能够听懂人类的话语 而且非常聪慧 像是这头巨大金色蜈蚣 只怕智商已经是相当于七八岁人类小孩 也应该懂得 权衡利弊 却没想到 他说完这话之后 金色蜈蚣根本就是智若罔文 一双眼睛里头 反而是闪过不屑于细血之色 他看着孙昊光 不但没有后退 反而向前逼近了几步 口中发出嘶嘶的声响 透露出浓浓的威胁之意 孙昊光脸色变得阴沉下来 看着金色蜈蚣 力声喝道 你这孽畜 你实力确实不低 但是我若拼命的话 你也会身受重伤 这青森山脉深处 危机重重 别的强大妖兽不知多少 你就想想 你受了伤之后 可还是别的妖兽的对手吗 他说了这话之后 那金色蜈蚣身子顿时停了下来 目光之中露出思索之色 似乎对他说的话颇为认同 孙昊光心中一喜 但就在这时 那巨大金色蜈蚣忽然竖起身子了 他这一站起来 足有三四十米高 露出了巨大的腹部 而他的腹部 则是一片土黄之色 在腹部上面 整整齐齐从上到下 镶嵌了整整五十对 也就是一百只足有拳头大小的眼睛 这些眼睛都是惨白色 如同死于眼一样 看起来恶心无比 而当他站立起来的同时 这一百只巨大的眼睛 同时发出一道惨白色的光线 向着孙昊光迸射而来 原来 他刚才根本不是在思索 只是在麻痹孙昊光 以便进行偷袭 孙昊光根本就没有防备 这一百道光芒 其中起码有一多半 重重地轰击在孙昊光的身上 光线里面蕴含着极高的温度 灼热无比 孙昊光顿时给烧得浑身一片焦黑 有许多地方的皮肤肌肉 直接都变成了焦炭 瞬间脱落 变成了一个个拳头大小的雪窟窿 鲜血从里头喷涌而出 而有的光线 则是极具穿透性 直接就将他的身体打穿 前后打通了一个洞 原来这些光线效果 竟然还都不一样 孙昊光被偷袭 只是一个照面 就已经受到重疮 他被这几十道光线 直接打飞出去几十米 重重地撞在一座山崖之上 口中发出一声惨叫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本章完 第594章 我若不死 必要杀你 而他本来一直紧紧地抓着陈锋 这一下被震飞之后手一松 陈锋也直接从手中掉了下来 重重地落在一边 陈锋眼中冷光一闪 就是现在 他早就已经注意到 在他右手边四五米之外 是一座悬崖 身不见底 阴风呼啸 陈锋立刻向着悬崖下翻去 然后他回过头来 向着孙昊光 发出一声利吼 孙昊光 我若不死 必将你碎尸万段 孙昊光听了这话 顿时一惊 回头看去 正好就看见陈锋 向悬崖之下翻滚而去 孙昊光发出一声利吼 住手 陈锋哈哈长笑 转身一番 迅速向下坠落 陈锋不知道 悬崖之下有什么 等待自己的又是什么 但是他很清楚 一件事情 如果自己留在这里的话 无论是落在孙昊光手里 还是落在金色蜈蚣手里 都是有死无生 陈锋感觉自己的身体 急速下降 这山谷之中 似乎有层层薄雾 而陈锋的身体 就已经快的速度 在这薄雾之中向下急坠 他只听到了耳边呼啸的风声 却是什么都看不清楚 因为下降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锋觉得轰的一下 自己砸在一个冰封的湖泊之上 巨大的冲力 直接将顶层砸碎 掉入寒潭之中 陈锋感觉 自己瞬间 就被一股极端冰冷的感觉包围住了 虽然他重伤之后 触觉已经消失了很多 但依旧能感觉出来 自己身体周围 全部都是冰冷至极的潭水 温度起码已经是冰凉冰凉 到了零下一二百度的程度 陈锋继续下降 深潭底部有光芒散发 他也看到了 他的正前方 在湖底的正中央 似乎有一大团巨大的黑影在那里 但陈锋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到底是什么 就已经被巨大的水压 给重新弹了回去 砰的一声 陈锋被从水面之中弹了出来 此时他已经看清楚这里的情况 原来这悬崖下面万米的深度 竟然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山谷 山谷太深 以至于上面的光线都落不下来 但是在山谷的石壁之上 则是结了一层厚厚的幽蓝色悬冰 散发着淡淡光芒 将这里映照得亮如白昼 这个山谷底部非常巨大 尘封木之所及 范围起码方圆就有数十里 除了此时他正下方的冰湖之外 周围则都是厚厚的冰层 还有冰川等 这里是一片冰雪世界 而他现在就在大湖的边缘正上方 尘封在空中费尽全力 扭转身躯 然后重重地摔到了湖边 他感觉自己身体就像要炸开了一样 似乎每一处都传来了疼痛 这一下 似乎他的魂魄都给甩出来 厚厚的冰层上 立刻有一大片被鲜血染红了 这一下 让尘封伤势更加加重 甚至直接让他进入冰死状态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到一阵心迹 似乎有什么巨大的危险 正在向他袭来一样 接着 他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湖水瞬间炸开了 湖水中央冒出来一个巨大的水柱 本来平静的湖水 一下子变得波涛汹涌 然后一条巨大身影 从湖水之中直接飞出 尘封看了之后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瞳孔骤然收缩 那道巨大的身影 竟赫然是一条蛟龙 这是一条银白色的蛟龙 极为漂亮 看起来就像一道银链一样 横在天空之中 这头蛟龙 比尘封之前见过的赤脚 还要巨大好几倍 从头到尾 足有一百七八十米长 而身体粗大的 就像是一座二层楼阁一样 尘封估计直径骑马 已经超过了六七米 身上布满了桌面大小的雪白色鳞片 看起来漂亮非常 尘封一眼就看出来 这头银白色的冰雪蛟龙 比赤脚要高档不少 不单单是因为外形 还因为实力 这头蛟龙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势极为恐怖 尘封能够感觉到 他的实力 起码已经达到了 神门镜第六重楼往上 甚至不会比上面那头金甲 蜈蚣差多少 此时重伤之下的尘封 单单是蛟龙的气势 都有些承受不了 被压得浑身色色发抖 尘封立刻就意识到了 刚才自己在湖底 看到那团巨大的黑影 应该就是这蛟龙 此时 蛟龙在空中两只巨大的眼 死死地盯着尘封 一开始 他的目光之中 还有些迷茫 但很快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鼻子闻了闻 尘封看到他这个动作 嘴角立刻露出一抹苦笑 他知道 蛟龙应该是闻到 自己金血的味道了 也闻到了自己的金血之中 那一抹龙血的气息 果不其然 冰雪蛟龙看向 尘封的目光之中 立刻充满了贪婪 那是要把尘封 活生生地吞掉的欲望 然后 冰雪蛟龙忽然之间 发出一声巨大的吼叫之声 并不是那种轻悦的龙眼 要比龙音之声 多了许多杂音 然后他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尘封猛冲过来 本章完 第595章 冰雪蛟龙 转眼之间 就来到了尘封的正上方 张开血盆大口 从他的口中 尘封感觉一阵极强的吸力 向着他吸了过来 尘封身子控制不住 摇摇欲坠 就要飘起来 被冰雪蛟龙吸入口中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惨然笑意 哪怕心智坚定如他 此时也不由得有了一丝绝望之色 重伤之下的他 哪里是这蛟龙的对手 就算是全胜时候 也根本打不过呀 但是尘封就在此时 却是忽然哈哈狂笑起来 笑声之中 充满了桀骜不驯 充满了不屈不挠之意志 他坑然抽出紫月刀 将紫月刀竖在身前指向了冰雪蛟龙的巨口 他知道自己只怕要被冰雪蛟龙吞噬 但是就算是死他 也不会让敌人好过 紫月刀锋锐无比 他这样竖着折刀 冰雪蛟龙真要是吞噬他的话 免不得也会被他用紫月刀在身体内部划出巨大的伤口 此时 尘封身体轻飘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 紫月却是悄然出现在尘封面前 但是他的神色却是出奇的平静 他呆呆地看着尘封 目光之中 深情无比 然后轻声问道 尘封 我们是要死了是吗 看到紫月的出现 尘封忽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他忽然放弃了 将紫月刀竖在身前的动作 他微微一笑 紫月 是我死 不是你死 他把紫月刀远远地扔了出去 紫月刀被他扔了出去 紫月也只能随着紫月刀飞行 也跟着被扔了出去 紫月惊慌失措地看着尘封 高声喊道 尘封你做什么呀 尘封看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笑容之中带着几丝欣慰 几丝不舍 紫月 我今天一定会死 但我却不能让你陪着我死 我把紫月刀扔在了这里 虽然是在万米深谷之下 但是说不定 哪天又有有缘人到来 你就在今天陷入沉睡吧 保持自己的灵力 神魂之力 等待有缘人的到来 到时候 你就能够脱离这里了 我不能让你陪着我送死呀 而这时候 紫月却是放声大哭 他一边大哭 一边冲着尘封历声喊道 尘封 我不要独活 你若死了 我绝不独活 你让我陪你去死 你可知道 你自己去死 让我独眠于这深谷之中 我就算是活着 又有什么意义 你知道这样对我有多么残忍吗 话语中神情 让陈锋心中狠狠地颤了一下 一种名为心痛的感觉 顿时袭来 陈锋看着紫月 眼中满满的都是不舍 但他却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说道 紫月 你的命还长着 哪怕为了我 你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此时陈锋 距离冰雪蛟龙的血盆大口 已经不到三米远 蛟龙的眼中 透露出来强烈的贪婪欲望 和兴奋之色 一想到待会儿 就能掠夺如此纯净高贵的血脉 他就兴奋到了极点 但是就在此时 陈锋忽然感觉 时间似乎静止了一样 他感觉自己的丹田之中 传出来嗡的一声 然后时间空间似乎就凝制了 他就停留在这空中 不上升也不下降 蛟龙眼中的神情也凝制了 甚至蛟龙口中传出来的那股犀利 都瞬间消失了 然后陈锋就看见自己丹田之中 光芒大放 接着 他就横飞出去数十米 在他身体上方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三足圆顶的虚影 正是陈锋丹田之中的小顶 放大了无数倍的样子 这三足圆顶 足有上百米高 上面散发出强悍之极的威压 让陈锋感觉得清清楚楚 这威压 比冰雪蛟龙身上 散发出来的威压 不知道要大多少 好像此时 陈锋面对的 不是一座三足圆顶 而是一座高大无比的山脉一样 那种威势 似乎要镇压整个天地 而上面更是透露着一股 非常高贵的气息 陈锋此时发现 自己的思维还能够运转 但是身体却已经完全动不了了 然后他就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巨大的三足圆顶 缓慢 但是却极为坚定地 向着冰雪蛟龙压了过去 而冰雪蛟龙 似乎对这三足圆顶非常忌惮 三足圆顶往前一步 他就往后退一截 忽然三足圆顶速度骤然加快 然后重重地轰击而去 与此同时 三足圆顶的顶口之中 传来了巨大无比的犀利 向着冰雪蛟龙吸收过去 然后 陈锋就看见神门进第六重楼的冰雪蛟龙 这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就这么干脆利索地 直接被三足圆顶给吸收了进去 陈锋看到这一幕 目光呆滞无比 完了 就这么完了 强大无比的冰雪蛟龙 直接就这么被三足圆顶给收拾了 就这么轻松 陈锋早就知道自己丹田之中这个小顶不一般 但是他却没想到 这小顶竟然强横到了这种程度 但是 就在陈锋以为 小顶能够轻松地将冰雪蛟龙吸收镇压的时候 本章完 第596章 斩杀 斩杀 忽然 天空之中的巨顶虚影发出了剧烈的颤抖 里面更是传来巨大的砰砰砰的声音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使劲地撞击着三足圆顶一般 陈锋立刻意识到 那是刚才被吸收进去的冰雪蛟龙 此时在狠狠地撞着三足圆顶的内壁 显然 三足圆顶的力量 没有强大到 立刻将冰雪蛟龙吸收的程度 冰雪蛟龙现在还没有死 而此时 三足圆顶之上光芒大放 于是三足圆顶重新稳定下来 不再摇晃 里面传来的砰砰声音也消失了 似乎把冰雪蛟龙给压了下去 但很快 那种砰砰砰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三足圆顶再次摇晃起来 接着这个过程就不断地重复上演 显然 三足圆顶再和冰雪蛟龙绝力 而且没有占到明显的上风 终于 随着又一次连续的几次巨大撞击之声 三足圆顶之上 砰的一声 发出一声巨响 然后尘封骇然发现 三足圆顶之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裂痕 然后又是砰的一声巨响 三足圆顶又一次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裂痕继续变大 下一个瞬间 尘封就骇然发现 冰雪蛟龙从三足圆顶之中飞了出来 脱困而出 但是此时冰雪蛟龙的情况 也是非常的惨淡 本来冰雪蛟龙金银雪白的身体之上 此时是一片血红 身上的鳞片 八成以上都是已经被砸碎砸烂 露出了里面的肉 甚至有三成以上的地方都露出了里面的骨头 身上有无数道巨大的伤口 内脏直接从里面像是瀑布一样洒了下来 而蛟龙头骨甚至有一大半都凹陷了 尘封甚至能看到里头灰白色的脑浆 尘封立刻意识到 这头冰雪蛟龙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此时三足圆顶的虚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 然后终于破碎 这巨大虚影也是化成了一尊古朴的小鼎 重新回到了尘封的丹田之中 古顶虚影只是重伤了冰雪蛟龙 却还没有杀死他 冰雪蛟龙在天空之中掠过 一大片瀑布一样的鲜血淋漓地撒在了尘封身上 尘封眼中闪过一抹狂喜之色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他立刻疯狂运转龙向战天绝 然后吸收这些洒落在他身上的蛟龙血 蛟龙血非常上乘 而且数量也非常庞大 光是洒落在尘封身上和他周围的 就足有数千斤之多 尘封急速地吸收着这些龙血 龙向战天绝的神效 此时显露出来 吸收速度非常快 尘封感觉一股股的暖流 在自己身体之中乱窜 不但让自己几乎要被冻僵的身体 重新变得温热起来 而且也让他恢复了一些力气 冰雪蛟龙终于站上了谷顶 他似乎非常快意 在天空之中 发出一声悠长的长笑 极为的得意 而也就是在同时 尘封向着远处的紫月 使了一个眼色 紫月和他朝夕相处这么久 早就已经洞悉了他的想法 立刻控制紫月刀 隐蔽地飞到了尘封旁边 尘封一把握住紫月刀 感觉力量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体内 尘封默然抬起头来 眼中金光暴射 此时冰雪蛟龙的头颅 就在他上方十余米之处 而且 尘封清楚地看到 由于他的头骨碎裂 已经露出了里面的脑浆 此时冰雪蛟龙完全没有注意到尘封 他根本没有把这个蝼蚁放在眼中 尘封眼中淋漓光芒一闪而过 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希望 在最绝望的时候 也会疏死一搏 更何况此时他有很大的把握 他立刻一声 就是现在 握住紫月刀 凌空跃起 在冰雪蛟龙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直接将紫月刀 狠狠地插入了他的脑浆之中 然后使尽全力 用力搅动 冰雪蛟龙顿时发出一声 惨烈至极的嘶吼之声 他就像是一条锤死的蛇一样 疯狂地扭动着身子 甩着脑袋 想要将尘封从他身上甩出去 但尘封就像是在他身上扎了根一样 他不但将死死地将紫月刀插了进去 甚至将自己的双臂也插了进去 将自己的身子 卡在了蛟龙的头骨裂缝之中 蛟龙不断地甩动尘封 浑身剧痛 但他还是死死地忍住了 而脑浆被破坏 头部传来的剧痛 不但让冰雪蛟龙疼痛无比 更是一点一点地带走了他的生机 他忽然眼中露出胸利无比之色 竟然直接把脑袋 向着一旁的冰川 狠狠地撞了过去 尘封正好被撞在冰川上 如此巨大的力量 让他本来已经好了一点的身体 又受重创 浑身骨头再次断裂 几乎要被砸成一张肉饼 但尘封还是死死地咬着牙 眼中露出胸狠如恶狼一般的光芒 反而奋尽所有力气 将紫月刀更加向里面插身了一些 又是奋力地在脑浆之中搅动 冰雪蛟龙再次发出七粒惨嚎 而尘封分明听得出来 他这一声利吼 已经有些力气不足了 终于 冰雪蛟龙喷的一声 重重地砸在地上 身体剧烈地抽搐着 尘封也不着急 就是这么等待着 终于过了半个时辰之后 冰雪蛟龙终于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尘封长长地松了口气 嘴角却是露出一抹笑 他想要哈哈大笑 但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力气 但嘴角的笑意却是越发的浓烈 我赢了 我赢了 我在根本不可能战胜这头蛟龙的情况下 还是赢了 圣王败寇 他死我胜 本章完 第597章 疯狂吸收 松了一口气 尘封顿时感觉眼前一黑 几乎就要晕过去 但是他知道此事绝对不是晕过去的时候 尘封从蛟龙的脑袋上翻了下来 此时蛟龙浮在地上 鲜血在他体内鼓鼓流出 这些鲜血拥有极高的温度 哪怕是此地冰天雪地 但鲜血却并不凝结 而是在蛟龙的身体下方将冰雪融化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 尘封直接跃入这湖泊之中 然后运转龙向占天绝 疯狂地吸收蛟龙血里面的能量 蛟龙血急速运转 尘封甚至能够感觉到龙向占天绝传来的那种喜悦的心情 这一头冰雪蛟龙 顶得上一千头神门镜第四重楼的寻常妖兽 尘封心中呵呵笑道 老伙计 我在龙向占天绝啊 这一次你可是要大大的开昏了 冰雪蛟龙巨大的尸体横跟在地上 他那极其炙热霸道的龙血 直接融化了冰雪地面 在冰雪地面之上形成了一个方圆十几米 深度足足有一米左右的血色湖泊 尘封盘歇而坐 坐在那血色湖泊的正中间 只入出一个头来 冰雪蛟龙声长在这极寒之地 体表也是极为的阴寒 一出现周围温度就能下降几十度 但是他体内之血 却是极为的炙热 温度甚至达到了上千度 一般人的话 扔进去 只怕直接要被融化 就连一般的和陈锋同等级的舞者 也受不了这样的高温 但是陈锋曾经修炼过精神诀 用高达两千五百度的药液断过体 此时这些千度左右的龙血 对于他来说 和洗凉水早也差不多 根本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陈锋运转龙向战天绝 急速吸收 但是很可惜 由于他经脉破碎 翘穴淤色 此时他所能动用的 只有一小段经脉而已 在这一小段经脉之中 运转龙向战天绝 但就算是如此 陈锋内饰自身 也能够看到 一股一股红色的滚烫气流 从外界进入自己的体内 在他内饰之后的视线之中 这些滚烫的红色气流 连成一片 几乎就像一大片红色彩霞一般 向他体内铺天盖地而来 无穷无尽 速度极快 本来陈锋体内钢气 几乎已经消耗殆尽 而这些滚烫的红色气流 进入他的体内之后 迅速形成了龙向战天绝的血红色钢气 陈锋便驱使这些钢气 向着那些淤色的经脉冲去 这些经脉本就是打开的 现在只不过是被淤血等东西 给重新填上了而已 比第一次打开 要轻松得多 很快 陈锋就驱使着那些红色气流转化 而成的浩荡的血红色钢气 将一整条经脉彻底打通 然后又向着另外那些经脉撬血打通而去 半个时辰之后 陈锋打通了第二条经脉 吸收冰雪蛟龙 经血的速度更快 血红色钢气更加耗大 于是一刻钟之后 陈锋又打开了第三条经脉 速度进一步提升 短短一展查时间之后 陈锋就已经将第四条经脉打开 至此 他龙向战天绝 已经打通的四条经脉 全部重新打开 陈锋此时 实力已经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的三成左右 陈锋忽然从血色湖泊之中跳出来 来到一旁干净的雪地上 然后再也忍不住 哇的一声 一大口淤血喷出 然后又是一口 接连喷了五大口淤血 才停住 这些淤血里面 夹杂着许多黑色的血块 还有非常多的内脏碎片等等 吐出这些淤血之后 陈锋本来惨白的脸色上 却是多了几分红韵之色 整个人精气神都好了不少 然后下一刻 他全身上下 那密密麻麻的 几乎数百道伤口 同时战列开来 里面有淤血和黑色的杂质流了出来 这些淤血和黑色的杂质 就是他受伤之后 体内产生的那些废物 此时陈锋将其排出 陈锋在冰天雪地之中盘膝而坐 使尽全力将这些废物排了出来 半个时辰之后 他的伤口再也没有淤血流出 陈锋拿起旁边那些似乎万年不化的冰雪 将自己浑身上下擦拭了一遍 这个过程动得他浑身发青瑟瑟发抖 但擦完之后 他却松了口气 感觉自己这才算是干净了 刚才那个样子 实在是让他觉得自己一片污浊 而后陈锋 将伤药涂在自己身体各处 然后用内服吞下几颗疏通经脉 滋养翘穴 清理脏腑的丹药 他缓缓站起身来 四下一看 巨大冰雪蛟龙的尸体横跟在那里 虽然已经死去 但是看上去 却依旧是华美而威严 冰雪蛟龙如此巨大的体型 体内鲜血总量 起码有几十万斤之多 此时差不多有一半 都已经流到了外面 但是这些鲜血 却是既不下肾 也不蒸发 而是融化冰雪 形成了足足有七八个湖泊 散发着腾腾热气 甚至还不断沸腾 滚烫之急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个岩浆湖一样 尘封灵机一动 然后直接运转钢器 随便急掌拍出 直接就将这几个龙雪湖泊之间 打开了几条通道 然后将所有的鲜血 都引到最大的一个鲜血湖泊中去 本章完 第598章 突破 第五重楼 顿时 这个鲜血湖泊 变成了足足有十七八米方圆 里面的深度也达到了一米 然后尘封一跃而入 跳了进去 他疯狂运转龙向战天绝 四条经脉 上百个鲜血之中 所有的血红色气旋 都是疯狂的运转 产生了一股股强大无比的吸力 将他身体周围那些蛟龙鲜血之中的血脂精华 吸收到了体内 尘封内饰自身的时候 看到那些红色气流组成的红霞 已经是铺天盖地 布满了视线之中 一眼望去 根本就望不到尽头 他提升的速度 也是极为之快 强大的血红色钢气 打开了一个又一个之前 从未开辟过的翘穴 在里面凝聚了气旋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的时间 尘封的第四条经脉之中 第三十个翘穴里面所有的气穴凝聚完毕 然后浩大无比的血红色洪流 毫无聚色 直接冲破了第四重楼最后的关卡 尘封的龙像战天绝 直接突破到了第五重 尘封心中闪过一抹狂喜之色 而他此时却是发现 外界进来的血红色的气流 依然是铺天盖地 无穷无尽 尘封毫不犹豫 继续吸收 第五条经脉中的第一个翘穴 轰然打开 也在里面凝聚了气旋 龙像战天绝 就是有这一点好 只要是血脂精华足够 只要是妖兽精血足够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质色 没有任何的瓶颈和关卡 一路就能平躺过去 冰雪蛟龙的血液 品质远远胜过其他的妖兽 而且不光至高 量也非常的大 品质几乎相当于 普通神门镜第四重楼 妖兽的一百倍 而量也相当于 一百头普通神门镜 第四重楼妖兽的量 尘封泡在这鲜血湖泊之中 疯狂吸收着里面的血脂精华 身心愉快无比 龙像战天绝的进展 不断爬升速度快到了极点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尘封豁然睁开眼睛 站起身来 目光之中 神采奕奕 整个人精彩飞扬 他陡然 双臂一阵 气势迅速攀升 一直到神门镜第五重楼 方才停住 此时他整个人身上 气势磅礴 浩然无比 那一大片鲜血湖泊 已经彻底干涸 地面之上只是冰雪的一片冰白 连一丝血迹都看不到 冰雪蛟龙的鲜血 胜过其他妖兽 鲜血百倍 尘封嘴角 琴着一抹微笑 我现在的龙像战天绝 已经是达到了神门镜第五层楼 打开了第十六个窍穴 但是这还远远没有完 尘封又把目光投向了旁边 那巨大的冰雪蛟龙尸体 里面 还蕴含着数以十万斤的蛟龙鲜血 没有渗出来 尘封根本不停留 立刻走到冰雪蛟龙尸体旁 找到一处巨大伤口 然后双手贴在那滚烫的鲜血之上 盘膝而坐 再一次运转龙像战天绝 疯狂吸收 三个时辰之后 尘封睁开眼睛 收回双手 长长地虚了一口气 他吐出的这一口气 悠长无比 里面还夹杂着浓浓的血气 他已经将冰雪蛟龙尸体上所有的血液 全部吸收 至此 这一头巨大的冰雪蛟龙 所有的血液 都被尘封纳入龙像战天绝之中 转化为自己本身血红色钢气的一部分 而这时候的冰雪蛟龙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堆干肉 由于鲜血被吸收殆尽 体内没有了一丝水分 他的肉和皮都已经脱离开来 看上去皱皱巴巴的 失去了生前的光彩 但尘封并不会放过这些 蛟龙的肉 几乎是他现在 能够接触到的最好的食材 带回去之后 给寒月他们吃 对他们的修为 有非常大的进展 而蛟龙的皮 虽然多处破损 但是毕竟大部分完好 用来做几十套皮甲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里面的蛟龙蛇胆 等等 也都是极好的天灵地宝 尘封抽出紫月刀 立刻开始切割 而就在这时候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蛟龙魂魄 尘封心中疑问闪现出来 不对劲啊 三足小鼎对于妖兽 尤其是高等妖兽的魂魄 需求量非常大 每次一斩杀妖兽 就会主动吸收 而这一次 蛟龙这冰雪蛟龙的魂魄 是极为上乘的 三足圆鼎 为什么没有主动吸收 尘封心中忽然有了一丝不妙的预感 立刻内视自身丹田 他看清楚之后 便发出一声叹息 在他的丹田之中 三足小鼎依然在那里 但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尘封一眼就看出了 感觉现在的三足小鼎 似乎失去了魂魄一样 一点生气都没有 之前是一件宝物是有灵性的 而现在 只是一件死物而已 看着三足小鼎之上出现的那一道裂痕 尘封封忽然感觉自己 心中一片空荡荡的 说不出来的难过 似乎 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东西 也随着这小鼎的破碎 而在自己的心里破灭了一样 本章完 第599章 小鼎破碎 现在小鼎上面裂开一条裂缝 死气沉沉 明显给人的感觉 以后是损坏了 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用 尘封封尝试着 向小鼎之中 输入一丝钢器 但是这一丝钢器 却是根本就无法输入进去 直接撞在小鼎上面 就弹了回来 尘封顿时心中一阵失望 同时 尘封也很感动 这小鼎之中 似乎有灵性一般 他是为了救自己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尘封轻轻叙了口气 心中一个声音响起 异常坚定 小鼎 小鼎 你是为了救我 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 将你修补完毕 让你重获新生 尘封从那是状态之中 退了出来 他发现 紫月此时正在他的身前 漂浮着 紫月劝慰着尘封说道 尘封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这小鼎 是为了救你 变成这样的 但现在你看你 你安然无恙 而且实力还大有精进 小鼎的牺牲没有白费 尘封苦笑说道 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 他这话刚说完 紫月忽然狠狠地 瞪了他一眼 娇声喝道 尘封 现在说完这个事了 咱俩之间的账还没算完呢 尘封神色之中 闪过一抹诧异 问道 咱俩之间算账 什么账呀 哼 你别装傻 紫月一肚子怒气 看着他 怒气冲冲说道 你刚才干嘛把我扔出去 尘封心中暗道 来了 来了 他一直就怕紫月提这个事 刚才紫月一直没说 本来以为紫月已经忘了 却没想到 紫月在这儿等着自己呢 尘封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说道 紫月 我也是为你好啊 总不成真的让你陪着我死吧 你是气灵 没有实体 理论上来说 能够活几千年 一直到神魂之力耗尽为止 陪我死在这里 实在是不值 紫月瞪着他 大声说道 尘封 你这是放的什么屁 尘封顿时愣了 这是紫月认识他之后 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 紫月小脸仗的通红 尘封 你以你的想法揣夺我 但是你可知道 我宁可陪你死在这里 也不愿独活 尘封能够感受到 他的深情厚意 他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看着紫月 认真说道 紫月 我不能让你就这么死在这里 你年纪还小 你还有父母君上 你还有那些牵挂你的亲人们 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 我就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带你 找回你的身体 我一定要带你 找回你的家人 我绝不能 让你死在这里 哪怕我死了 我也盼着会有有缘之人 来完成你的心愿 可是 紫月眼角都出现了一抹惊莹 听了尘封的话 他也极为感动 知道尘封这是完全为他着想 但是他心里就是接受不了 他忽然轻声抽气起来 尘封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你完全是为我着想 但是 我一想到要离开你了 一想到你要死了 咱们两个从此之后 再也见不到面了 你也不能陪我说话 你也不能陪我玩笑 我也再也不能站在你的肩膀上 蹭着你的脖子撒娇耍赖 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 我就只想陪着你一起死 尘封感动至极 他很清楚 紫月对自己的感情 尘封轻轻揉了揉紫月的小脑袋 然后说道 你这个小家伙 瞎说什么呢 我可以死 你不行 紫月盯着他 一字一句说道 尘封 答应我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 千万千万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你可知道 失去你 比死还要让我难过 尘封看着他的眼 顿时心中一颤 然后他目光凝重 说道 紫月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他忽然仰天发出一阵大笑 极为快意 紫月你深情如此 我在拒绝 未免显得太矫情了 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 就让咱俩共赴生死 紫月看着他 目光之中 情意流转 嘴上 却是催了他一口 呗 谁要跟你共赴生死 尘封哈哈一笑 知道他脸嫩 也不揭穿他 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三足小鼎破裂的那股悲伤 倒是被冲淡了不少 尘封提着紫月刀 重新开始肢解这冰雪蛟龙 蛟龙皮 蛟龙肉 蛟龙骨头 都被切割 当然少不了的 还有蛟龙的金盒 看着面前这一块 足足有脸盆大小 呈现出一种漂亮的六棱形 整体如冰雪一般 呈现出一股冰白之色 晶莹剔透的巨大金盒 尘封嘴角露出笑容 这巨大金盒 是他目前为止 接触的所有金盒之中 块头最大 也是品质最为上乘的 尘封将所有东西 珍贵的都拿玉盒装成 普通的 则是直接放在戒子袋之中 就在这时候 尘封忽然感觉 感觉自己体内一阵火热 龙像破天绝 在没有他指挥的情况下 忽然自己运转 然后一个一个翘血点亮 一条一条经脉也被点亮 本章完 第六百章 强化 龙血战铁 尘封内视自身 顿时便是一惊 原来此时 他发现他的尸海之中 多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尘封看着身影 非常熟悉 正是他龙血变身之后的样子 只不过要放大了上千倍而已 此时 这个巨大的龙血变身之后的身影 非常的暗淡 而忽然 这个虚影之上 在龙爪部位 突然亮了一下 所有龙爪的位置 全部都是闪亮了起来 远远超出了这个身体的其他部位 然后这个亮度又迅速地暗淡了下去 片刻之后 龙血变身之后的身影上面 又有一个部位亮了起来 只不过这一次亮的部位 则是腿部 跟刚才一样 腿部也是越来越亮 然后到达巅峰之后 则是又变得暗淡无光 再然后 下一个位置又一次亮了起来 这个位置则是头部 而片刻之后 第四个位置也是亮起来 这是第四个位置 则是那布满全身的青玉色龙铃 这四大部位 依次亮起 用了足足两刻钟的时间 然后 当龙铃闪亮又暗淡下去之后 龙爪的位置 再一次亮了起来 也就是在此时 尘封忽然若有明雾 明白了这是什么个情况 原来 龙象破天绝十二重楼 也是分为三大阶段 分别是初期 中期 以及后期 每四大重楼为一个阶段 进入神门境第五重楼之后 就已经是达到了中期阶段 在达到中期阶段之后 陈峰峰每提升一重楼的修为 就可以将这龙血变身之后 形成的龙血站体之上的某个部位 强化一次 一共四个部位 分别是龙爪 龙腿 须干 以及龙铃 龙爪代表的是 龙血变身之后 极为强大的攻击力 龙腿则是代表着 迅捷无比的速度 龙躯则是代表着 强横至极的狂暴力量 龙铃则是代表着 稳如泰山 坚如磐石一般的防御 陈峰可以在这四个部位 四项能力之中选择一个 进行一次强化 进行了强化之后 陈峰就可以龙象破天绝 所有钢器全部消耗为代价 使用一次龙血变身 这个龙血变身 是受它控制的 但是 这龙血变身的威力 比原版要弱非常多 只有它强化的那项能力 比较强而已 哪怕是那项能力 也达不到原版的程度 比如说 陈峰这一次选择强化的力量 他就可以主动在他的控制下 用出一次龙血变身 这具龙血战体 力量也非常强 但是只有原版力量的一半而已 脑海中多了这段信息 陈峰眼中露出狂喜之色 惊喜非常 他没有想到 龙象破天绝 竟然还有这样的神奇功效 在第四层楼之后 既然每提升一重楼的修为 就可以选择将某象能力强化一次 而强化之后 就可以主动在它控制下 使出龙血战体变身 虽说这是一个阉割版 实力远不如再不受控制下 使出那种 但问题是 这是可控的 这是可以主动使出来的呀 这是一个受它驱使的绝招 可以做压箱底的手段使用的 就像灭天神龙爪和冰封天下一样 陈峰非常谨慎 仔细思量着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能力 陈峰思量了许久 终于有了决断 他要选择增强攻击力的 论防御 他现在今生觉 第五重已经大成 防御力相当之强横 论力量 他修炼各种断体功法 同时由于经过龙血断体 力量非常强悍 远远超过一般同等级武者 而速度于他而言 确实是个弱项 但是这时可以通过修炼武技来弥补的 攻击力 是他从来都不嫌少的 陈峰之性格 宁折不弯 灵力刚猛 就注定了 他的战斗方式 他修炼的武技功法 就是一往无前 陈峰有了决断之后 心念一动 然后便是看到 龙血战体的龙爪位置 红光开始闪烁 然后光芒越来越亮 但是最终 这些光芒 却是没有如刚才那般散去 而是维持住了现在这个情况 现在 龙血战体的其他部位 都是一片暗淡无光 而龙爪位置 则是低等亮度 明显要区别于其他部位 然后 龙血战体急剧缩小 最终变成了 和陈峰身体一般大小 此时 陈峰的丹田石海之中 正下方也是最中心的位置 那一尊三族圆顶 镇压其中 但可惜的是 上面一条巨大的裂缝 使得三族圆顶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势 而在三族圆顶之中 一道一道红光 从龙血里面 飘散出来 这些红色光芒 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高贵 和霸道的气势 就像是一头最最强大的神兽 辟逆苍生 镇压诸天 而在三族圆顶的正上方 这就是龙血战体 那一道道红光溢散出来 飘散在龙血战体周围 似乎是在滋养温润着这具战体 诉说着那一滴至尊龙血 和战体之间神妙莫测的联系 很快 陈峰从那是状态之中退了下来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